大家好 歡迎收看 Let's Go Couples Channel 放假啦 如果大家想快閃旅行 除了深圳和廣州之外 還可以快閃珠海 開箱這個人均只要330元的珠海人氣酒店 還要是全海景套房 還有帶大家坐纜車上山觀光 坐這個速度感超高的滑道下山 全程上山下山 一滴行都沒有出過 最後帶大家去夜市掃街 事不宜遲 Let's Go 首先帶大家開箱這個全海景酒店 這間是坐擁一線海景景觀的 海景清密S酒店 它是位於珠海鄉州區 拱北口岸核心區 坐落在浪漫的情侶南路 澳門就在正對面 在拱北口岸打車只需要3分鐘 大概人民幣3至6元左右 而走過來的話就大概需要18分鐘 這間酒店是2020年開幕 總共有36間房間 入住時間是下午2點後 而退房時間是中午12點 酒店以輕車浪漫的藝術生活為設計主題 這裡的大堂 休息廳 24小時閱讀空間的圖書牆 茶室 健身房 和客房的設計 都融合了年輕人的潮流元素 大家看看 在大堂位置已經可以欣賞到 這麼漂亮的海景景觀 酒店設有豪華海景房 專向街景房 日系房 和親自家庭房等類型 小片經Ctrip訂購 入住豪華海景套房 只需要人民幣660元 一打開房門 就見到一個三角形大廳 房間65平方米 大廳設有電視 餐桌 L型的梳化 浴缸 和書櫃 入住的時候 還送了兩份下午茶 和一份水果 不過 好不好吃就見人見智 來到房間 一樣都可以欣賞到這麼漂亮的海景 入到房間 會見到有一張 配備國際品牌訂製床墊的1.8米大床 大床承托力足夠 配備4個比較軟的枕頭 房間還有另一部電視機 而旁邊的大衣櫃有兩件浴袍 一次性拖鞋和保險箱 衣櫃的衣架不太足夠 大家有需要還可以去 reception 拿足夠的衣架 房間的燈光設有多個模式 包括全開 全關 觀影 睡眠 電視射燈 和床頭燈 而房間的燈掣 還可以控制客廳的燈光 床頭兩邊提供了插頭 USB充電位 大家有需要的話 要自備轉插器和充電線 洗手間就在睡房的右邊 空間十足 備有牙刷 牙膏 蕃茄 浴帽 梳 和看掃刀 還有提供一次性馬桶套 還有維特卷裝紙巾 臨浴間面積同樣寬敞 提供了沐浴露 洗頭水 和護髮素 整個酒店房間最吸引小編的地方 絕對是這個望海大浴缸 這個大浴缸是鵝蛋型設計 情侶一起浸過鴛鴦肉 還有空位 不過浴缸比較大 所以放水的時間比較長 浸浴的時候 看著這個無敵大海經 爽鬆身心 真是一流 而冰箱還有兩支瓶裝水 另外還有提供咖啡茶包 收費紅酒 一次性咖啡杯 還有兩支室溫瓶裝水 還有多款小米家電 而電視都提供了很多不同電影 電視劇等等可以看 酒店亦都提供洗衣間 切入三部洗衣機 控降機 和兩部直立式蒸氣燙豆 整體來說 這間酒店位置交通方便 樓下就有巴士站 而且和口岸很近 不用1000元就可以入住套房 亦都可以欣賞無敵大海境 就算這間酒店很近馬路 但是隔音效果都做得很好 沒有嘈雜聲音 不過美中不足的是 小片覺得房間裡 有些地方破爛殘舊 例如門框、衣櫃門等等 大家有興趣入住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來到珠海 小片認為必到的打卡地方 一定是這個景山公園 這個公園可以一次過體驗 藍車、滑道、行山和觀光 而且公園設有停車場 如果大家開車的話 直接在地圖搜尋 城市揚台停車場就可以了 不過大家自己要留意 車位和等位所需的時間 就可以了問題 而小片就選了打車去 在酒店出發打車大概需要15分鐘 價錢大概10元至13元不等 來到買票的入口 門票有三種 分別是成人 一位人民幣80元 小朋友的話就是人民幣50元 包了纜車上山 滑道下山的套票 而第二款的是 成人人民幣70元 小朋友人民幣40元 包了纜車上下山的套票 而最後一款就是 成人35元人民幣 小朋友20元人民幣 就是只有單程 纜車上山的門票 大家可以在入場手票處 或者WeChat 線上買票 小片買了這個纜車上山 滑道下山的套票 均興提示 滑道是最遲晚上7點半停止買票 而纜車就最遲9點停止買票 出發去觀光 Let's go 入到大堂村過入口 很快就見到纜車登車位置 感覺有點像香港海人公園纜車 搭這輛纜車就可以直接上山頂 全長350米 大概用了1分鐘就到 小片拍了幾張照已經到了山頂 所以大家記住 把握時間拍照 來到山頂 會見到很多人在棧道打卡 在這個位置可以欣賞到珠海市區 海濱公園 香爐幻沙灘 遠一點的日月背 還有港珠澳大橋 大家除了可以搭纜車上山之外 還可以行山上來 這個景山棧道是免費的 船程大約8.4公里 大概需時1小時 而沿路有不同的打卡位 例如銅心鎖 許願石和觀景台等等 欣賞完這麼漂亮的風景之後 來到小片最期待的滑道 在山頂直達山腳長630米 全程大約1分半鐘 一組車有2至6輛車 視乎過一組人有多少人一起玩 而一輛車最多只可以坐兩個人 坐在前座的乘客可以用手機拍攝 而坐在後座的一定要緊拉著煞車扶手 每組的第一輛車一定是由工作人員帶領和控制車速 你這條管貴式滑到會穿越樹林 還有跨過岩石 刺激感很高間 途中的尖叫聲都不斷 好像玩過山車一樣刺激 不過小片就嫌太快 不夠喉 整體來說 景山公園是一個值得體驗和打卡的地方 缺點就是門票定價比較高 而大家要注意的是 第一,你這裏的遮蔭地方很少 要做好防曬防蚊的事前功夫 第二,如果大家行山的話 建議3點後才上山 避免天氣太熱而中暑 第三,景山公園是向東的 看日落的機會不大 第四,避免黃昏時間坐滑到下山 以免長時間都在這裡排隊 第五,就是山上的風比較大 如果比較冷的天氣上來的話 記住要保暖 最後最後,小片建議大家 預留2-3個小時在這裡觀光和打卡 坐完這麼刺激的滑到下山之後 可以去欣賞這裏的夜景 海灘的左邊是日月盃 即是珠海大劇院 是珠海市裡最重要的文化藝術表演場地 也是目前國內唯一建在海島上的大劇院 主體建築是以一帶一世的日月盃為設計造型 大貝殼被稱為日盃 而小貝殼被稱為月盃 劇院裡還有觀景台 方便大家欣賞山海的景觀 來到正方休和會城市陽台 這個陽台很有設計感 天橋橫跨馬路上方連接香爐灣沙灘 沿路一路走會見到一輛小澳洲的美食車 主打造型很可愛的香蕉燒 這款香蕉燒有4款口味 包括原味、萬月梅、士多啤梨和朱古力 這個廣場有多間中、泰、日、韓式餐廳給大家選擇 另外大家還可以去沙灘的市集 這個沙灘市集主打油、串燒、雪糕、消暑飲品 山煎包和糖水等等 小片買了一盒拇指山煎包 即叫即整 不過味道就不是太吸引了 香蕉玩沙灘去到夜晚的人流不斷超熱鬧 這裏很適合放風箏、游泳、玩沙、溫慶提示、黃昏時間 這裏很失車 如果大家打車來的話要注意 除此之外 珠海還有一個地方 去到夜晚 同樣都是超級熱鬧的 就是下灣夜市 據說下灣夜市是每逢夜晚9時半之後 就會見到很多小販推著手推車擺放美食攤位 有各式各樣的燒烤、海鮮、甜品、小食 是珠海掃街別去的宵夜勝地 夜市小食分為兩種 一就是燒烤大排檔 桌椅集中在一個小廣場 叫了海鮮燒烤可以坐下來慢慢吃 另外一種就是街邊小食 大家可以外賣到大排檔 或者邊走邊吃 在夜市會見到這個即烤即整的湖北鍋盔 做法是用麵粉、水、烤母和糖整成的麵團 味道有雞肉、牛肉、紅豆泥、黑芝麻、白糖等等 壓扁之後放在原柱形的炭爐裡煮到酥脆 賺過少少見到糖水只要10元就有膠液 而且很多口味選擇 沿路一路走還會見到即包即煮的餃子、飛餅、炸雞等等 小篇限用一輪 給這間有順德靈魚肉的香麻辣涼拌菜吸引 這裏主打涼拌菜和順德靈魚肉 涼拌菜有魚皮、毛骨雞爪、豬耳、雞腎、蓮藕、青瓜、西蘭花等等可以選擇 另外還有即炸的順德靈魚肉 靈魚肉有魚蛋和不同餡料的魚餅 份量大,亦可以混合涼拌菜 另外小篇還買了一碗涼麵 另一間店鋪主打炸醬麵、涼麵、涼粉、熱乾麵等等 粉麵會加入蔥花、芝麻醬、香油、芫荽、青瓜絲等等配料 份量大,而且味道不錯 還有一份手酒餅 手酒餅的餡料最便宜涼拌菜 份量大而且好足料 整體來說,夏灣夜市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不過夜市的食物和味道因人而異 另外夏灣夜市去到晚上的交通都比較塞車 如果大家要打車離開的話 要盡早吊車 如果不是的話 至少要等10分鐘才上到車 下一集,小篇會帶大家去打卡 珠海地標愛情油膏 吃盡自助餐美食甜品 享受自助餐天花板 想知更多詳情 記得不要錯過下一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見,Bye Bye